它这个面呢吃进去的时候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Q弹 哈喽大家好 我是Yona 欢迎来到Yona的不专业直播系列 今天要吃什么呢 今天要吃全联近期最夯的美食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吃咯 首先呢 第一样我们要来吃的呢 就是在全联看到的这个 焦麻茶叶蛋 那我们就快点来吃吃看 这款茶叶蛋的味道吧 它这个一包的价钱呢 是75元 哇塞 它被拿回来的时候呢 显得已经被我的其他的物品 溶泞成这样子扁扁碎碎 可是其实我那时候买的时候 它就已经有一点点感觉被压到的感觉 不知道是怎样 已经被弄得残破不堪了 好它是非常的好拨 因为它已经被压成这样 那我们先来闻闻它的味道 嗯 它的味道呢 闻起来呢 那个茶香味非常的浓 它是长这个样子 对 那我先来吃一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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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茶叶蛋的味道呢 的前后的味道顺序事先吃下去的第一口 你会感受到那个焦麻的辣味 然后呢 当你要吞进去的时候呢 会吃到 开始感受到它那个茶叶的茶香味这样子 所以 它的整体呢 是不会让你说 哦吃到辣到好像吃不下去 是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嗯 我后来发现啊 它这个茶叶蛋啊 其实它是这个 它附的这个汁是有那个焦麻的味道 但是如果你这样拿久了 有没有 汁都已经慢慢流掉的时候 它其实就没有什么焦麻的味道 就是茶叶蛋的茶香味 所以我建议如果你要吃的话 就是可以沾一点这种酱汁这样配 嗯 嗯 它其实又会有那种焦麻的味道 所以它的辣是辣它的卤汁 可是它的焦麻并没有说 卤到非常的入味道 里面也是辣的 所以它整体就只有外皮是做辣的而已 是茶叶蛋是可以尝试的 好 那我们再吃下一样吧 下一样呢 就是这个不倒翁拉面啦 这款呢 讨论也是非常的热烈 就是我看到有人PO上去之后呢 很多人都在下面说 这款拉面很可以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赶快开煮咯 粉包 然后再一包那种配菜的料包这样子 进去 喔 里面还有一块那个 很像昆布的东西喔 还是是 倒进去 哇哦 给你们看一下 红通通的呢 好 哦 那我们就先来就是喝一口它的汤 看是什么样子的味道 它这个汤头呢 嗯 虽然你知道泡面它这个没有什么 你知道吗 是不可能真的放什么海鲜 因为它叫做海鲜乌龙面 然后但是它 喝下去的第一口呢 你会感觉到 好像有喝到一点点那种鲜甜的味道 然后呢 鲜甜的味道先感受到之后呢 会再喝到这种 微辣微辣的感觉 嗯 对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它有放这个海带 就是有这种 就是那种鲜味的感觉 可能是它的味道有释放出来 所以它这个汤呢 就变得非常的鲜甜味 那呢 这可以看到它里面其实给蛮多这种紫菜的 煮开里面都很多紫菜 然后里面有很多小小的这种小配料 好 那我们来吃一口它的这个面 面体 面体呢 不粗也不细 处在一个中间的位置 好烫哦 我一开始呢 在吃这个面的时候 我就想说 它会不会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很软烂的面 加上我刚刚滚超级久 结果我刚刚煮了这么久 它吃进去的时候 居然还是非常的有嚼劲 好吃耶 很Q耶 我觉得韩国的泡面蛮厉害就是它 基本上它的面都可以做到很有嚼劲 很Q弹 就是不会说你只要泡过头 它整个就烂掉的感觉 而且它这个面体真的做得超厉害的 这一口呢 我们来配着汤一起吃 只是它这个汤呢 有一点微辣 所以呢 我们要稀小力一点 免得等一下一个 对 太烫了 没有办法整得进去 我觉得是一碗很OK的泡面 就是你只要你如果是喜欢吃一点点微辣的人 加上你又爱吃那种Q弹到爆的面体的话 这款超级推 它不会辣到让你吃不下去 它只会让你觉得很爽脆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吃的呢 就是饭后的甜点啦 就是这个日式的捐布丁 那它一份的价钱呢 是69元 那总共有4个布丁 它的部分是像这个样子 布丁 可爱的鹅黄色 就来吃吃看它这个日式捐布丁呢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味道 先来吃它上面这一层 好绵哦 我刚刚一放进嘴里的时候啊 我在猜想说 嗯 我已经预备要咬了 结果我居然连咬都还没有咬 只是把嘴唇稍微闭了一下 它直接在我的嘴里面化开耶 我真的没有唬烂 它这个真的超绵绵 令我傻眼耶 你看哦 我觉得这样有点恶心 我只是想要就是呈现出它真的是这样压下去 就直接吞的那种感觉 我完全不用动到我的牙齿 我只需要用我的舌头 跟上额轻轻的压 它就可以直接这样鼓溜的吞进去你喉咙里耶 而且它这个布丁啊 不会很死甜耶 我刚开始吃进去的第一口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干 然后后来我才发现 哦 原来是因为它很绵密 它绵到就是没有那个水分的空间 全部都是这个鸡蛋的味道 就非常的浓郁 非常好吃 然后这一口呢 我们配上这个焦糖 稍微把它搅拌了一下 我们来吃吃看它的味道 它这个焦糖意外的不死甜 它这个焦香味呢 非常的重 之后我可能会想要这样子挖一口 下去起来吃 因为我觉得 它这个焦糖味很重嘛 所以它如果整个拌在一起的话 基本上它就是整个都在吃这个焦糖的味道很重 就吃不到你这个鸡蛋香的这个布丁 就是这种白白的这种区块 所以就会整个都是很在吃一个 嗯 焦糖味很重的那个 布丁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是一口一口 往底这样子挖的话 我觉得它的层次应该会比较好 就是可能会吃到 哦 一点点的鸡蛋香 然后后面呢 要吞进去的尾韵呢 就是这个焦糖的焦香味 然后最后就整个融入在你的嘴里 我觉得这样子的层次应该会比较好 你们之后如果有买有吃的话 我建议可以就是一口一口直接倒底 然后不要把它搅散 那接下来要吃的就是零食的部分 那这两款呢 我看在网路上呢 大家都讨论很好奇这两款 它到底吃起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味道 那就是可乐果 这两种可乐果非常的特别 一个是姜母鸭的口味 然后呢 一个是药蒜排骨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两种可乐果的新口味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赶快先来开吃咯 那我们就先来吃这一款姜母鸭口味的可乐果 我们先来闻闻看它是什么味道 哇塞 你们可以想象一个饼干打开来 来闻到的居然真的是姜母鸭的味道 好重的中药味 我的妈呀 给你们闻闻看 长这样子 好像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啦 试试看比较重要 它这个饼干我说不上来 可是它不是一款不好吃的饼干 我觉得就是你知道吗 那种感觉真的很奇怪 就像是你吃到姜母鸭的味道 然后就是吃姜母鸭就是要有肉嘛 对不对 然后它那个汤头 好可是你吃这一款的时候 所有的姜母鸭味道都有 但是呢 你却不能够想象 你自己在吃的是一个饼干 你懂我的意思吗 它就是全部的味道都有 它姜母鸭的香味啊 酒香味啊 酒气什么 全部都拥有在这么一小块的饼干里面 但是呢 我居然不是在吃姜母鸭 我在吃可乐果 不过我觉得是蛮厉害的 它居然可以把姜母鸭的味道 做的这么的微妙微笑 这么的像 我觉得这很适合可以当做 就是你想要吃姜母鸭 可是你吃不到 然后你想要解个水餐 就可以吃这可乐果的姜母鸭口味 我就超级适合 它让你一口一口 好像都一直在吃那个姜母鸭的感觉 我真的没有骗人们 就是去买来吃吃看 它不难吃 太强了 我们再吃下一个口味吧 下一个口味呢 就是药膳排骨 吃了那个姜母鸭之后呢 让我觉得对这个药膳排骨呢 已经先有一点点期待 它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味道 那我们就快点来打开看看咯 那我们一样先来闻闻它的味道 这款就没有什么味道 这款闻起来 就是要吸的好用力好用力 才闻得到那么一点点的中药香 闻不到它的味道 而且它有一种蜜汁鸡的味道 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它是很淡很淡的蜜汁鸡的感觉 好 一样外观没有什么样 没有什么不同 那我们就来吃一口看看 吃了这么多个以后呢 就有办法说感想了 我跟你讲 刚开始呢 你打开的时候 它的味道记不中就算了 你吃了第一个的时候呢 你会想说 奇怪 我是在吃原味的可乐果吗 然后为什么会叫做什么 药膳排骨呢 结果我在吃第二个 我大概要吃到第四个的时候 它的整个药膳味 才会好像被补足够了 可能第一块呢 在嘴巴的味道还不够 然后第二 第三 第四 连续这样吃进去的时候 味道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你才有一点点吃到那种药膳的药味 不能说是药味 应该它是中药香的味道 但是呢 你越吃越多个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喉咙的 就是舌根的部分 会有一点点微微带苦的感觉 而且它这个味道 有点像是蜜汁鸡的味道 只是是苦涩的蜜汁鸡 那这两款呢 就是这个药膳排骨 跟这个羌糊鸭的可乐果呢 其实我觉得 这两款可乐果呢 都不会雷 而且其实是好吃的 只是我觉得呢 它的重点就是要在于 你本身就是喜欢吃药膳排骨 跟姜姆鸭的人 或者是你本身对这两样东西的味道 是不排斥的人 你就会可以接受这两款可乐果的新口味 但假设你本身就很怕药膳味道 或讨厌姜姆鸭味道的人的话 那这两款的可乐果就完全不适合你们吃 因为这两款的味道是真的都有做到位 是这个药膳的比较淡一点 那姜姆鸭这个就是真的非常的拟蒸 真的很香 对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压轴冰品啦 那就是咸蛋黄的珍珠雪糕 那这一份的价钱呢 是96元 然后是长这个样子 哇塞 这个冰棒一抽出来 就闻到浓浓的咸蛋黄的味道 不愧是咸蛋黄的珍珠雪糕啊 那我们就先来吃一口看看吧 好冰好冰 意外的搭耶 一开始我想说咸蛋黄的冰棒 那跟吃咸蛋黄有什么差别 然后咸蛋黄又跟珍珠加在一起 是什么奇怪的味道 然后 可是当我刚刚吃下第一口的时候啊 咬下去的第一口呢 是咸蛋黄的咸咸的味道 然后当我在咬到它这个珍珠的时候 珍珠是微甜的味道 然后所以呢 它的味道就这样咸甜咸甜的这样子 哇超级的顺口耶 而且你基本上 每一口都吃得到珍珠 我觉得啊 如果你是咸蛋黄控的话 你会超爱这种冰棒耶 因为你吃进去嘴里的时候 那个味道真的是 咸甜咸甜 觉得好好吃哦 那今天的全莲超好美食呢 就告一个段落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点赞留言 并且分享 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啦 拜拜